欢迎回来我们的第六堂课 我们一起来认识身体的修复器 今天的课程会有点长 可是我相信你会学到很多的东西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你要翻新一个物质 你要把那个墙游上新的漆 很快哦 很简单 可是在你可以游漆之前 你要先做什么工作 你要先把旧的漆跟它刮除掉 哪一个工作比较简单呢 一定是刮掉旧的漆比较简单 我以前帮我爸爸刮掉那个旧的漆的时候 我的手都是红肿的 在身体也是这样子的 再生是简单的 生一个新的头发 生一个新的肾脏的组织是简单的 可是难的地方在于排毒器 怎样把你身体不要的东西排出体外 这个才是重点 很多人只要再生不要排毒 打个比方 你今天你要一个新的墙壁 就算你不要刮走那个旧的漆 你游上了新的漆 那个新的漆会持久嘛 也不会持久的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在生漆之前 一定会经历一系列的排毒漆的 我们来看一下更多的细节 身体当它在做一些修复的时候 它有自己的紧迫性的 毒素一定要先排走 如果毒素不排走 就算我制造新的细胞 那么我的细胞还是会遭到毒素的影响 那第二 我要把我的经络打通 如果我的经络没有办法打通 就算我制造了新的一个细胞 新的一个组织 你的经络 你的血管没有办法滋养 我的这个新的细胞 那新的细胞也是没有用的 那第三 今天我看到了这个位置 有一个老化的细胞正在 在这个地方 我一定要先把老化的这个细胞 先帮它移出来 有了一个空间 我才可以把新的细胞 制造回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紧迫性排名的一个逻辑 今天我们带了一个X39 OK 大部分的人他会经历一个 叫做蜜月期 我觉得那个能量不错 很有活力 我那个疼痛减少 我的睡眠感觉不错了 人家讲我的皮肤也亮了一点 蜜月期 在蜜月期的时候 身体其实正在酝酿很多的能量 去累积很多的能量 让这个能量去燃烧脂肪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身体储存毒素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储存在脂肪里面 所以当你在燃烧脂肪了过后 去释放这些毒素 身体要在第一时间 把这些毒素全部排出去 那你就会经历第二个期 叫做排毒期 也是我们紧迫性的No.1 有一部分的人 他会觉得皮肤很痒 有些人觉得会烙晒 会泻肚子 有些人觉得眼屎特别多 有些人觉得 哇我的汗很臭 这些都是排毒期的 其中几个例子 那排毒期过了过后 你身体正式要开始启动修复 它要去修复自己的血管 去打通自己的经络 身体在启动修复之前 它一定会通过发炎这个机制的 打个比方 今天你跌伤了过后 你的那个伤口会不会怎样 会觉得很烧 对不对 为什么 身体先发炎 它需要通过发炎的方式 跟你的身体讲说 我现在发炎了 你要快点 找更多的资源 干系吧 来修复我 所以要启动修复之前 身体一定会产生发炎 发炎 你的身体就会有痛的感觉 打个比方 可能是关节会痠痛 头痛 胃痛 它会把你以前的旧伤 以前有受伤过的经络 或者阻塞的血管 那些地方 会有疼痛的感觉 我们用中医的方式来讲一下 我们华人经常听到一句话 叫做痛者不痛 痛者不痛 今天你带了X39 你会很奇怪 为什么它是手痛 它是脚痛 我们有一个Google 跟我们谈过 他去那个理发院 两个理发师都买了X39 一个是右手痛 一个是左手痛 右手痛那个就是用右手剪头发的 左手痛那个是用左手剪头发的 OK 这个是你们可以了解的东西 酸痛期过后 身体现在开始 我要用这些能量 去移除已经老化的细胞 所以你要怎样去移除 就好像刚刚我们谈到那个墙壁的那个法则这样子 你要先把那个旧的气跟它刮除掉 相比于由上型的气 刮除旧的气 你需要更多的能量 对不对 那你能量用尽了过后 你会觉得很累 你会有所谓的倦怠 我觉得很疲倦 我没有这样累过 以前我没有睡过午觉 现在我需要睡午觉了 OK 身体正在利用一些能量 去帮助你移除已经老化的组织 那过后 你的旧的组织老化的 已经开始移除掉了 有新的空间 给你去制造新的细胞了 这个时候身体就会跟他 跟身体讲说 我要更多的资源 我要更多的营养 我要更多的血液 我要更多的干细胞 所以很多的营养开始集合 在这个地方身体 要准备制造新细胞 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再生期 OK 所以再生期大部分都是比较快乐的 看到你的头发长出来 等等的 可是有一些人 他会有血压高的问题 OK 打个比方 今天可能你的肾脏 他需要做一些再生的工作 这些血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供应是从心脏 你的心脏先要Bomb 把这个血到你的五脏六腑吗 所以当你在供应血的时候 身体讲说 我要更多的血 心脏 Bomb Bomb 的大力一点 你的血就可能升高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修复反应来的 那慢慢的 当你的身体的组织 毒素排除掉 经络阻塞打通了 老化的细胞 移植已经翻新了 新的细胞 你身体的机能 就会看到 患然一新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的奇迹 发生在你的身上 可能是头发 可能是你的眼睛 可能是你的皱纹 可能是你的眼带 可能是你每次 很容易咳嗽 可能是你的心肺功能 可能是你的消化功能 可能是你的排便功能 可能是你的运动 活力 睡眠 等等 相信自己的身体 会看到奇迹的 OK 所以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 只有你自己才可以 发觉得到 那 是不是每一个人 一代了X的灵害 一定是从蜜月期开始 不是 有一些人一代了X的灵害 他会直接进入再升级 一代了这么 我需要会变高的 这就代表身体 有些机能 已经老化到太快 身体要想办法 先制造新的细胞线 你可能需要回升高 那第二可能是 一用了过后 马上进入代券局 我觉得这么特别的累的 因为身体 正在想办法移除 已经老化的组织 也可能一代了过后 马上觉得皮肤很痒 会泻肚子的 你身体 马上先进入排毒气 也有一些一代了过后 以前我的膝盖 没有痛过的 为什么会痛 因为你的膝盖 以前有旧伤 可能你那里的 软骨魔术 你还没有发现得到 干细胞提前 帮你先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原本没有痛 反而会痛 以前痛了 觉得好了 可能是因为你吃了 止痛药 现在又再痛回来 这些也是可能发生的 OK 所以身体的这些周期 你都是会经历过的 可能蜜月期先 可能是排毒期 可是这五个 总和了身体修复期 你会看到的几个现象 这个时候 你们就会问我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刚开始 我们用赖费 我们经常会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怎样知道 这个反应是修复反应呢 还是负作用 对不对啊 我们也是问一样的问题 可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坚持 那这几年我们还是每天在用 Life Wave 来跟你们解释为什么 如果我们靠逻辑去分析 Life Wave X 的专利权里面 它也证明了 它是可以启动干细胞的 第二点 它是没有侵入性的 所以它哪里可能会有负作用 如果你相比于其他的产品 可能你是喝果汁 是保健产品 可能睡一些特别的床 可能是去打针 可能是去吃些动物性的产品 它们都是有侵入性的 可能这个果汁里面 放的防腐剂太多了 可能这个干细胞的原材料被污染了 然后你是从别人的液体干细胞 植入你的身体的 可能是你的保健产品 有一些化学成分是禁药来的 可能里面有一些类固醇 又或者是你的这个动物 当它在被制造成产品的时候 因为手续上产生了一些污染 可能很多人当他谈到 我睡到这个床 我又不需要吃 我又不需要喝 我来跟你们讲一个潜在性的风险 这些能量性的产品 它是用外界电压的 外界电压就会产生 外界人工的磁波 我们的Liveway也是能量产品 可是它是用谁的能量 用你身体自己的能量 你只是贴上去罢了 可是今天很多的能量产品 是用插电的方式的 你可以去问 有卖这些磁疗床哪个比方 这种磁疗床的朋友 有用心脏解剥器的人可以用吗 他一定讲不可以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个原因 所以相比于这些产品 Liveway的产品 完全没有侵入性 就是一个贴片 如果你还很担心的话 你贴在你的衣服上面 它还是有效果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 我们要相信自己的身体 干细胞当它被提升过后 又没有任何的药性 毒性进入我的身体 我看到的所有现象 一定是身体 正在做一些调整运动 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 也有我类似的信念 OK 我很喜欢一个词 我等一下来跟你们分享 我经营Liveway大概是 要到四年的时间 我看过很多的老板 有大工厂的亿万富翁 很多人 他们都会讲说 等到我有钱了 我才来照顾健康 其实他们的家境都很好的 可是当他们决定要养神的时候 都是很辞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病来如三岛 那当他决定 OK 我现在我要做个修复工作 我要去哪里打干细胞 我要吃什么保险产品 我要做什么运动 当他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觉得 这么那个反应来得这么慢了 我可以不可以 明天就看到效果 病走如丑事 病来如三岛 你一病来的时候 你是后悔莫及到的 你先要预防终于治疗 等到你预防不到 病真的发生 你才去根治的时候 你的病走就如抽丝 很慢了的 所以要怎样去预防 你要预防什么样的疾病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2019年国际的死因 前面四个 心脏病 癌症 呼吸道疾病 跟消化疾病 这四个是什么样的问题 是营养不够吗 是运动不够吗 还是身体机能退化 身体机能退化 OK 所以我们从这四个 最严重的疾病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从英国的 癌症研究院 我们看到 两个英国人 就有一个得到癌症 你要成为哪一个 得到的还是没有得到的 如果你不幸成为 那个得到癌症的病人 你的在马来西亚的医疗 费用是多少 打个比方 你有心脏问题 通波宅 三半块 心脏绕道七万 中风七万五 癌症四百千 如果是乳癌 大肠癌八万五 肺癌五万六 血癌九万五 鼻炎癌七万 如果你要预防 这些所谓的机能 退化的问题 你需要能量 跟干细胞 跟时间 如果真的有一个方式 是你愿意相信 给予时间 而这个产品 有办法给你能量 跟干细胞的话 去修复你的机能 有没有可能 它就很有效的去 避免很多机能 退化的问题 这么多的这个 价钱表 只要你省下其中一个费用 你觉得值得吧 值得哈 还有一点重点 到目前为止 我对LiveX的力量 有很多的热忱 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LiveX公司 跟我们的老板 真的是心装 胸怀天下的人 我有问过Mr.David 你的这个产品的理念 这个想法是哪里来的 他说是当我在 祈祷的时候 我在冥想的时候 我得到的这个灵感 我得到的这个信息 如果你用比较灵性的角度 你去想一下 是不是老天爷 正在通过 我们的LiveX公司 跟David 把一个这么好的科技 这么安全的科技 想办法去拯救 我们的世界 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美好 So Mr.David 他也很大方 他给我们零风险 去测试 这么好的高科技 30天Money Back Guarantee 你用的不好 一个星期里面 退款给你 不会问任何的问题 所以竟然你们都加入了 我们的LiveX公司 你都买了这个产品 不如给我们这30天的时间 这30天的时间 给你自己多点信念 给自己正能量 任何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你都往好的方面去想 是修复的 是在移除我的老化的细胞的 是在增生我新的细胞的 当你用这样的方式去看的时候 一个月过后 你一定会看到很多奇迹 发生在你的身上 OK 人的修复 需要时间 产品跟科技 已经放在了你的眼前 我希望 可能过了几个月过后 我们在其中一个Zoom的meeting 或者在线下的meeting 你会打一个电话给我 或者你会来到我那面前 跟我讲金融 这个Live会改变了我的生活 就好像那么多的顾客一样 OK 今天我们谈到这里 希望你学到点东西 有点长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